这是问1919的 航运股近日大家都在讨论是否转势 数据上我觉得还是很混乱的 感觉上市场很好 但是股价就差了 这个朋友是14.6有货的 他说在亏钱 他说航运股的势是否已经转了 是否应该沽货离场呢 其实我觉得同意明显地是转差了 虽然实际的行业好像感觉上还挺好 你看这些运价 无论是干散货、集装商两边的运价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偏高的位置 但是一来升势都不及之前 很难再有一个大升的情况 就是成为高位 二来我想过去形成运价、运肺不断升上来 都是实际的供求两边 但是其实这一刻两样东西都有些转变 特别需求 始终都会借着这一刻环球性的一个经济增长放慢 特别现在说一些能源方 对很多国家的 譬如第四季或者下年第一季的GDP 都已经相界有些行业在调低 譬如你内地的第四季的GDP 有部分行业有没有结算是高盛 调到去0%没有增长 所以一旦有经济增长放慢 那自然都会影响着行人的需求 这个很正常 那只需求那边都拉回来 而供应那边就是说一些航运的运力 那些船的供应 以往是因为过去几年的航运业不行 即是周期的 所以很多船以往是补费了 没有了 那才运力是比较少 供应比较少 那变相才扯高了过去这几季的运价 是 但是正正因为很多航运企业都看到这个情况 其实过去几季 不断扔了很多资源去建一些新船 加快一些运力的释放 那譬如你之前三元落 那它配股也有一些钱拿来做这方面的用途 那所以 未来面对的问题就是 需求又落下来 供应又会多 那所以运价自然是扯回来 即是很正常 而这个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一刻是比较弱的住人 因为你如果当运力运费 运价格是落下来 那个前景没有那么理想的 你的股值都自然相对是调低的 那还有我想最大的问题是 你看到譬如对上个星期 其实前几天才是 中云海洋很生气 或者几只河岸股道 其实都有发过营起 是 但是对股局也没有说过 都没有提侦 是的 所以都很明白 因为从炒族的角度来说 都是有点炒完 还有你看走势来计 因为股明这一刻跌穿了大概13元之后 其实你看到这大半个月 都是压在所有平均线下 唯独只有250天线 是未穿的 但是250天线现在就在大约9.7 其实它们现水平都还有少少距离 我觉得如果你 虽然你挨价股道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的货量不多 而你有愿意去止蚀 我觉得可以去减一下榜 甚至如果你不是想这一刻 直接走 你可以先等一等 但是我想上面来计算 就算是大约多 也可能去到大概11.5的水平附近 我认为大约1.5的水平附近 我认为大约1.5的水平附近 可能考虑指示减一减磅才会更好 就是你的感觉上整体都转小了 是的 每次都转弱了一点 是的 你我认为大约1.3的水平都交给你了 我认为大约1.5的水平都没有 你去的水平都没有 肯定不平 你去的水平都没有 你去的水平都没有